潘老師我們好像還沒猜妳的年齡 我知道妳 皮膚很好 皮膚很好 皮膚超嫩 皮膚非常好 而且我 第一個除了運動之外 我自己本身會保養擦乳液 我一定 我沒有用過任何的香水 我不用任何的香水 我一定是Body Lotion 每一次只要運動完 洗完澡完一定擦 我覺得妳老婆壓力很大 擦身體乳 皮膚很嫩 妳老婆壓力真的一定很大 要好不過妳 她自己也要 女生一定本身就會保養 那男生對我而言 我只是也是順手而已 妳們覺得潘老師幾歲 我覺得老師都用一些Lotion 來蓋住他 但是有些小細節是藏不住的 是 我覺得潘老師應該 得分 而且潘老師講話有嚇 小哈 妳這個嚇還給我 而且 老人才用這麼白的假牙 對 整副是假的 對 因為那麼白的牙 是一般是 老師妳拿出來給我看一下 就整個 年輕人不會做這麼白的 對啊 這麼白的 這麼白 妳有一個東西已經 顯露年齡 不是 人工膝蓋 妳這個啊 跟這個啊 只有在一番的頻道回去 有我 真的 這是什麼 有沒有 找妹的頻道 什麼一個頻道對不對 對啊 生命指數啊 但是我講真的看你外型 我猜你大概 48 48 49 48 49 48 49 對啊 如果真的外型我也是才40 如果我們真的不認識 46 我在外面被人家插了十幾年 你至少插15到20歲之間 一定是這樣 我也是去 比較高嗎還是 我也是去內湖找房子 就我自己要買房子 我就去看 就我進了一個大樓裡面 那因為人家會帶看 所以要我們去拿二樓跟四樓的鑰匙 然後有一個大樓的管理 我就說 伯伯麻煩你那個 我想看二樓的時候 你叫人家伯伯 他把那個東西搓這樣 一敲 真的假的 他說我同學 那看起來那比沈玉琳還老耶 你幹嘛把玉琳哥拉起來 不是 老師你跟我就差五歲了嘛 你想想看 對不對 老師差我五歲 我也不知道他幾歲 所以你到底 所以你到底幾歲啊 我幾歲啊 這個還算 七開頭 75 35 75 75歲 你怎麼念的 57 35歲 沒有 不是75 19 17歲了 我應該說五十八歲了 真的不知道 很好奇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其實運動還是有影響 你快60還在那邊 砰砰砰砰砰跳跳的 對啊 你是活化石的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 心很重要 對 心看很重要 你看那個誰 兩本人35歲 他看起來是跟年輕人一樣 對不對 就是那個心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一個就是 你有一個很健康的運動 生活模式 那變成你人也永遠不會老 你等於是跳這個有氧等於長達 35年 你看 所以你也不熬夜嗎 不熬夜 我一個習慣就是 我可能大概12點以前一定會睡 早上大概7點鐘就會起來 中田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要上學啊 對 那所以你現在 你今天有沒有要教大家跳 因為這些主要討論眼鏡 我不要叫你跳 我要測試一下 你們的心肺功能好不好 OK 觀眾朋友你要記得一點點 心肺功能好 小禎知道 其他什麼都OK 真的 心肺不好其餘免彈 而且其實你心跳跳得越低 是越慢越好 對 對 那我現在就給你 你不要說好 我們很簡單一點 我只要給你大概1分半鐘就好 你的人生過不了這一分半鐘 你也別活了 對 人生過了一分半鐘 也就過了 對